另一方面 白宫表示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积极支持计划中的 恢复全国禁止攻击型武器的法案 这是在上星期康涅狄格州发生小学枪击惨案之后 枪支管制的支持者们重新提出的几项要求之一 以下是美国之音BOA卫视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卡尼星期二说 奥巴马总统也主张取消现有枪支管制法律中一项豁免条款 就是允许人们从私人经销商手中 买枪时不必经过背景调查 正像奥巴马总统星期天晚上在纽顿说的那样 在未来几个星期里 他要与美国人民 国会议员 内阁成员 精神病专家 执法官员 父母们和各个社区一道 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包括他对立法的支持 比如这项涉及到获取枪支问题的攻击型武器禁令 也会包括其他他认为助长枪支暴力的问题 上星期五 一名枪手闯入康州纽顿市的一所小学 用半自动步枪打死20名儿童和6名成年人 美国一个主要的枪支管制倡导组织 布雷迪制止枪支暴力运动星期二发布了原本打算送到白宫和国会的一封信 最近美国各地发生的大规模枪杀事件的受害者亲属们签署了这封信 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并不只有那些可怕的时刻 美国更加伟大 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设想的美国是能够断然解决可怕的枪支暴力盛行问题的国家 我们能做到 我们能做到 与此同时 美国最大的枪支权力机构 全国步枪协会打破沉默 就枪击惨案发表一份书面声明 该协会说 其会员对这种可怕血腥的谋杀新闻感到震惊 悲伤和心碎 该组织还表示 他希望给死者家庭更多哀悼的时间 之后再做进一步声明 纽顿枪杀案的枪手20岁的亚当·兰扎在枪击现场自杀身亡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